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Google廣告教學 在幾年前我曾拍過一條Google廣告教學 不過因為已經過了好一段時間 Google廣告的介面和AI都有很多更新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會是2024的一個update version 未來也會拍到Facebook、Youtube和Dryant Show的廣告 如果你想繼續更新的話 就記得要like這條影片 subscribe這個頻道和按鈴鐺 陪我一起戰勝這個演算法 好,我們來到第一部份 我們首先說一下怎麼看Google廣告的帳戶 究竟它的介面是怎麼看的 我們通常由左看到右的 你在左邊選擇完這些東西 這裡中間這一行的畫面會不同 到中間這一個dashboard 它也是會不同的 我現在選了目標 目標裡面的summary 這裡的內容就會有不同 如果我再選其他的話 中間也會有所改變 通常會用到的是哪些地方呢? 如果我們按campaign的話 通常會看一下現有廣告的成效是怎樣 比如我們按campaign 然後我們按一下選擇相關的campaign 我們大概可以選擇 在這個campaign裡面有的一些廣告群組 如果我們再按一下其中一個廣告群組的話 它就會彈到去keyword 但我們也可以按上來這個廣告這裡 就可以去根據一些廣告的文案 廣告的內容 所以我們在這裡要懂得去選擇 選擇適合的campaign 適合的ad group 和適合的廣告 如果你剛才看到我按這個campaign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明明有四五個campaign 為什麼現在只剩下一個呢? 就是因為我上面這裏 已經filtred了 只在看一個campaign 如果你不想只看一個campaign 你想看所有campaign 你按開一句的時候 要按這個reel all campaign 這樣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campaign 如果我只想看搜尋廣告 你就在這個位置按開它 然後只按回搜尋廣告就可以了 另外在目標這裡最常用 就是我們要上載一些目標 譬如可能是有人去了你的thank you page 又或者是有人傳Whatsapp給你 你也需要在這裡上載它 另外就是工具 工具最常用會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keyword planner 第二個就是audience manager 通常keyword planner 就是我們看用什麼keyword 而audience manager 就是我們在做一些不是搜尋廣告的時候 我們希望target一些很blog 或者很leech的一些人的時候 我們究竟是target一些什麼人 就是按這個audience manager 那你大概看到我之前 曾經set過的一些audience 可以是去過看youtube片的人 也可以是一些看網站的人 那building和admin 就沒有太大的特別了 通常你setup了 就沒有太多事情要做 你可以自己去摸一下 就是看building和admin 有什麼事情你需要留言 剛才我們曾經說過一個concept 叫做campaign 跟著又說adgroup或者是廣告群組 或者是廣告 那它的關係就是這樣 當我們under一個廣告帳號的時候 其實它下面可以有很多很多個不同的campaign 然後每一個campaign下面 它可以有不同的廣告群組 在under每一個廣告群組裡面 它也可以有不同的廣告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關係圖 那你說究竟有什麼分別 為什麼要這樣分開呢 我很快地說一說 其實最主要就是campaign 就是顧名思義 譬如今次我是想用什麼的廣告去投放 我是用youtube廣告 我是用搜尋廣告 或者我是用banner廣告 我今次的campaign 是想做什麼成效的 譬如我今次是想一些人download ebook 是想一些人直接去查詢報價 在設定的時候 通常campaign可以動的東西 就是動在google廣告的競價系統 譬如你是用爭取最多點擊 還是用這個爭取最多轉換 諸如此類 都是這個campaign level會動的 而去到廣告群組這一部分 就是通常說你打擊什麼的人 無論你是用關鍵字去打擊 還是你可能是用一些 Display裡面的廣告 你可能是想打擊一些興趣的人 都是在這個廣告群組裡面去設定的 之後去到廣告 就是那些人 在燈窒上面會看到的一些內容 就是在這個廣告這裡去設定的 例如你寫一些什麼字眼 你可能是用一些什麼圖片 甚至如果你是YouTube廣告 或者是Banner廣告 可能都會有影片 就是這個關係 所以有時候如果你想更新某些東西 例如你按了廣告活動 有機會你不能更新的廣告 你要在剛才這裡按 如果我現在要按一下 我現在要按一下Campaign 然後到這裡按一下Campaign 我才可以在這個Campaign level 我去按SETTING 然後我可以停了Campaign 又或者是改整個Campaign要花多少錢 又或者是我究竟用什麼的Bidding strategy 這個就是我們平時 要去處理這個Campaign的時候 我們需要處理的東西 AdGroup就是處理一些targeting 我們現在就試一下去做一個廣告 今次想做一個搜尋廣告 所以我們首先要懂得怎樣去找關鍵 我們在按這個工具裡面 有一個叫做Keyword Planner 我們可以按開它 譬如我們今次有一個目標 就是要幫一間會計公司去規劃廣告 那會怎樣去做呢 我打開了一個Google Work File 容易去看到我會怎樣去想一件事情 譬如一間會計公司 一開始我會想究竟它有什麼服務 譬如Bring Song去想 開公司 公司的報稅 又或者是開銀行戶口 我們可以根據每一個服務 因為有機會在target中的人 都會有不同的 所以我們可能在每一個服務裡面 都會變成某一個Ad Group 大概我們這樣去分了 根據這個Ad Group裡面 我們就開始要找一些Keyword 譬如我們現在就要找開公司的Keyword 那怎樣做呢 我們首先用一個最strict forward 我們想了開公司這件事 然後回到這個Keyword Planner 選這個Discover New Keywords 首先我們選了第一個 開公司 那你就會看到它有很多建議的類別 譬如它有分開公司 開有限公司 開公司 開公司流程 諸如此類 在這個當中 我們要選一些有競爭力的Keyword 那很興行 原來開公司這個字 本身就已經很有競爭力 有2400個Monthly Search 還有它那個Betting 都不是很貴 大概是4元 不過這個account是美金 那我們就可以留下這個字 放進去我們裡面的Keyword 我們Copy 之後我想最少找到五個Keyword 是和開公司是related的 比如開有限公司 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人去搜尋 那究竟哪些Keyword 值得用呢 我想在香港來算 我們最少要超過100個Search Volume 和最低限度的競價 不要太高 那就OK了 比如你看下面這裡 相對上都好像有些重複了 那我們就可以再看看 這個成立公司 會不會有其他可以提出的 一些新的內容 我們差點錯了這個 成立公司這個字 有時候你可以按一下這個位置 它就可以排序 給一些高的Search Volume的字 放在頂上 你會看到開公司流程這個字 我沒有選擇 因為你大概想到開公司流程這個意思 其實它未必是找到一個服務的 可能它是找到一些資訊 我們在落姑姑廣告的時候 我們盡量找一些關鍵字 它是想著要買東西的關鍵字 而不是找一些資訊的關鍵字 所以你看到它都是特別便宜 其他都是4元 但是它是2元 我們選關鍵字 千萬不要想著 隨隨選一些便宜的關鍵字 因為有時候有些便宜的關鍵字 其實反而是代表那個關鍵字 做到生意的能力比較低的 我們大概找了5個字 你看到有時候這些字會當中有空格 或者習慣是會移除它 當我們在每一個服務裡面 找到最少5個關鍵字 我們就可以開始去設置廣告 正常情況當然是找好這些關鍵字 才再設置廣告 不過今天是做一個示範給大家看的 所以我就先做了這一套的Google搜尋廣告給大家 我們就按這個Create 在選Create的時候記得選Campaign 然後我們選右下角這個位置 Create Campaign Without a Closed Guiding 接著選手信廣告 然後它可能會彈出一些廣告的目標 尤其是你未設定過廣告目標 它在這個位置會叫你設定的 但你可以不太用理 我們按Continuous 然後按網站的Wizard 給你自己的網站 我這裡就不特別打 在這裡改一個名字 比如說手信廣告 接著是會計服務 然後打回日期 這樣你可以知道這個廣告 是什麼時間去開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按這個Continuous 然後如果你是新開的帳戶 網站未有任何conversion 我建議先選擇點擊 接著我們在設定CPC的時候 我們選擇 剛才我們未有很多keyword 那些keyword裡面 可能他們相對上 你可以用某一個價錢 一定可以target所有keyword的銀碼 就可以了 我大概在這裡會設定5元 然後它會問你選不選network 在選network裡面 有一個叫search的network 有一個叫display的network 我自己通常都會剔走它 我會不選擇 尤其是display 因為它用display的話 其實它會做Banner廣告 但Banner廣告應該有圖片才會吸引 所以我就很少很少會用Banner 就是用這個display network 在搜尋網上 選擇國家 地區 選擇香港 然後選擇語言 你選擇它建議的語言 你按一下 它就會彈到語言 然後其他東西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要設定 如果你是很想要選擇時間 你就在這裡選擇那個app schedule 你可以選擇它 可能只是星期一至五才開 可能只是辦公時間 可能是九點鐘 去到晚上的幾點鐘 你可以這樣去選擇 但如果你這樣選擇 譬如你上星期六都會打擊到 你只想打擊半周 那你就要在這裡自己 零零細細選擇星期六出來 接著選擇那個時間 好 你看我就選擇了這些時間 那你說不是的 我想打擊足七天 早上也好 晚上也會打擊 那你只要不要設定這個schedule 它就自然會 全日所有時間都會打擊 那你之後按這個list 然後它現在有些AI功能 有些人說幫你生產一些ad copy 如果你本身的網站有很多文字 你可以試試給它 但我發現其實它對中文 不是那麼ok 所以我覺得可以直接按 skip這個按鈕就ok了 好 我們剛才說過 ad group開公司 我們先把這個ad group的名字給它 然後在這個ad group裡面 按一按這支筆 選擇開公司的這個ad group 然後我們就這個enter keyword 好 這裡有一個concept大家要認識的 我先放大一點點 set match 如果在圖形上面 我現在就這樣選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不要理上面這兩個 開公司和開公司 我們第一個這個成立公司 就是一個叫block match 第二個 在前後加了兩點 那兩點是哪兩點呢 你可以在下面看就可以了 加了這兩點 我們叫做磁具配對 然後這個我們叫做完全配對 如果說這個廣泛配對是什麼呢 就是總之他覺得 跟成立公司有關係的東西 他都會出你的廣告 譬如可能另一間會計公司 他們有做成立公司的服務 他們專門做成立公司的服務 可能那個人search 那間公司的名字的時候 都會出你的廣告 這個就是block match 相對上他可以target到很多不同的人 第二項 就是磁具配對加了兩點 就是他一定要打幾隻字 成立香港公司 譬如可能是他打完成立香港公司 他打了多少錢 那樣都會出到你的廣告 但如果可能是說成立公司多少錢 那你的廣告就未必出到 因為他沒有打足成立香港公司這幾隻字 那這個就是磁具配對 最後一個完全配對 就是他不可以打其他東西的 他一定要只打開無限公司 那他才會出到你的廣告 那你大概理解了這個意思 但是很簡單 就是一開始做廣告的時候 我們只用這個磁具配對就可以了 那可能有些人會問 如果我們copy keyword的時候 本身它是有一些空格的 就是一個字裡面 那究竟我們用不需要remove了這些空格呢 我們是可以remove了這些空格的 因為他都照樣是target到這隻 keyword的那幫人 我自己不太喜歡他有這些空格 好 我們設定完這個 keyword 到最後一部分就是設定廣告了 首先第一步我們要有lending cache 就是究竟這個廣告到最後會去哪一個網址 千萬不要只放在你的首頁 你要有一頁是專門拿來銷售的 那頁是你的傳單 這一天 click了你的廣告 就會看到你這一張傳單 譬如因為我沒有真的有這個service 我就隨便打一個字內就算了 如果你的網站沒有HTTPS 或者我們所說的SSL證書 Google就會提醒你 譬如如果這樣的時候 它就會有這個感嘆號出來 所以最好你的網站 是有裝到這個SSL證書 接著之後就要寫headline headline的寫法 是有什麼特色呢 最主要就是你要有關鍵字 以及你需要有你的benefit 又或者我們一開始曾經有說過 就是上一條影片有說過 就是你要有你的USP 我現在很快就copy and paste 我寫了一些headline 好 我就copy and paste 我們需要寫的字 你可以大概立眼 我大概寫了八至十個 最理上你是寫了十五個 它可以不斷地加這個headline 讓它寫其他字 寫完之後 首先我們不要寫Description 我們看看這個headline 是不是已經全部都是綠色 即是你已經囊括了所有你要做的字眼 然後我們可以去看看 這裡寫字出來是否合理的 你就這樣試一下轉一下 看看它出的字 看上去都是合理的 就可以先開始寫Description 然後我都拉到下面 開始在這個位置 Copy and paste我的Description Description最主要是寫什麼呢 通常要有你公司的品牌的名字 然後寫一些很general的東西就可以了 因為你的Description 其實相對上是少些人看到的 所以我們主要就是有關鍵字 有公司名字就可以了 好我大概Copy and paste 我要的字內 我特意留了一個錯誤 就是這裡 我們在寫Google廣告的文案裡面 我們是不可以有感探號的 所以一定要刪掉它 或者不可以有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也是錯的 都是不會被Google廣告批的 我們寫好之後 就記得在下面這裡 它建議你加上Image 記得寫你自己公司的名字 然後加上公司的Logo 如果你公司有其他頁面 都跟這個Service有關的話 可以加在這個Site Link那裡 總之這裡的東西 你能夠多加進去 盡量加進去 這樣會有助Google廣告對你的評分 是會高一點的 我現在先交叉它 我再按開這個按鍵的時候 你看到現在Google廣告到我的評分 它說我85.9分 我嘗試一下加一些Site Link 它應該會令到我的程度會好一點的 它說要最少有兩個Site Link 所以我現在要再自己 純粹弄多一個出來 可能我去回這個Asses Library 選其他 當我剛才選了這幾個出來的時候 它那個就由85分升到89分 不需要執著100分 這個純粹是Google覺得好一點 最重要就是你到最後出來的成效好就可以了 這個Ordemization Score 和你最後的成效 是完全沒有直接關係的 我按完登之後 我設定了一個廣告 如果你有興趣 可以自己再嘗試 待會再設定多一兩個廣告 之後我就按這個Next 它就會建議一個廣告的費用 完全不用管它這個建議的費用 你用你自己覺得能夠付出的費用就可以了 如果是新開始做廣告 我以為你預算約100至150港幣一天 那就OK了 不過我現在是一個示範 所以我設定最低的價錢0.01就OK了 那就按這個Next 它會最後有些checking的時間 看看你有沒有什麼error 或者你剛才打工的文行的時候 有沒有打到感限很久 沒有的話 如果你自己check過都沒有問題 就可以按Publish 按完之後 它可能會叫你設定追蹤代碼 因為我剛才打那個Landingpage.com 它看不到我有什麼追蹤代碼 所以它就叫我設定 我現在直接按靠差就OK了 出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選剛才設定的廣告 可以在上面這裡選 或者在這裡選 也可以 我現在就在上面 在campaign這個位置 我選剛才我設定的廣告 為什麼沒有了 因為有時候可能會更新不及 所以要重新整理 我重新整理之後 我應該會看到剛剛新設定的廣告 會計服務就是這裡 之後你想要有什麼更改 你可以選擇Campaign 然後在Campaign裡面 你選擇相關的群組 或者相關的廣告 去停了它就可以了 值得留意一件事 其實你可以在這裡停了廣告 你可以看到這個Enable 但是如果我在廣告的情況之下 停了它 其實我只是停了不出這一套的廣告 如果要整個Campaign Level 停了它 就按回到這裡 然後在這裡 減回停了它 它才會停了廣告 或者你需要改預算 都在這裡改 最後有三個提示 給大家看見到這裡 第一 千萬不要用太高的預算 去開始投放廣告 只有在廣告有回報的時候 才會加預算 如果不是 就不要理會Google的自動優化建議 因為即使你交到3000元一天 它都會說你的預算是不夠的 第二 就是不要通常去更新廣告 通常要兩至三個星期時間 Google才會看到它的優化成效 會出得到 更新得太密的話 你的成效就永遠都見不到 最後就是 很多人都會犯的一個錯 就是加入太多關鍵字 那些關鍵字 回不了數 就記得要stop它 我自己的做法 通常一個Ad Group 大概都是五至六個關鍵字 就已經很足夠了 如果你想繼續了解更多 Digital Marketing 內容 就記得subscribe這個channel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